每一个人都需要工作 工作可以让我们远离无聊 远离贫穷 甚至是远离罪恶 工作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辛苦的感觉 或者会有幸福的感觉 然而比较重要一个地方 透过工作 把我们养成了一个怎么样的人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如何透过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YouTuber 这一份工作 我是打引号的工作 他不一定是工作 他也可能是一种兴趣 或者是一种嗜好 来培养自己 成为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你准备好迎接一个新版本的自己吗 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 YO 你好 我是3D镜头变现教练游泳气 这频道主要是协助普通人 成为一位创业者 让你可以透过出镜的力量 打造个人的网路品牌 用你独特的影响力 去帮助更多人 实现自己想要自由的工作 与生活方式 感兴趣的话 请你订阅 打开小铃铛 点开全部 那么你就不会错过 类似的内容了 我们今天来谈谈 如何透过成为YouTuber 来让自己成为一位快乐 幸福的人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YouTuber 或者你有面对镜头说话吗 经过了四年多的一个摸索 跟学习 我发现到自己逐渐透过这件事情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幸福跟快乐 所以今天想要跟你分享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做这一期的内容 我也感觉到非常快乐以及幸福 快乐哪里来呢 幸福怎么来呢 我们就来一起来分享快乐 何来 简单来讲 就是有所追求 当我们在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 换句话说 我们有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不一定能够达到 可是一旦我们有梦想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快乐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觉得 因为当有梦想的话 表示说他有希望的 成为一位YouTuber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讲实质的 讲现实的 讲功利的话 他有可能赚大钱 他有可能获得名声 他有可能获得成就感 因为有人关注我们 所以这件事情 一旦有追求的话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反观我们在传统的一些工作活动当中 我们是否有追求呢 除了每一个月的心经薪水以外 好像其他的感受不是很深 对吧 那做久了以后 就是做一行 愿一行 可是成为一位YouTuber不一样 因为他的路是无限的宽广 没有天花板 当然我上一期节目 如果你还没有看上期的话 你看看即使不赚钱 为什么也要做YouTuber 你可以观看这个视频 或者是点击右上方的这个链接去观看 我说过 就是说即使不赚钱 为什么我还要成为YouTuber的原因呢 其中在这一期的内容 我就跟你谈到了就是他会快乐跟幸福 是的 快乐就是有所求 我记得一个与过世的一个歌手 香港的歌星 他叫做罗文 他说他人生很幸福的那段时光 是他还没有成名的时候 还在追求的时候 那段时间是他很快乐的 是的 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以为得到就会快乐 得到固然会快乐 可是那种感觉适应 一阵子之后又不快乐了 可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 他的时间会比较长 因为一直在追求 因为一直有梦 一直有希望的感觉 在追逐 那种感觉其实是蛮快乐 你觉得呢 是的 成为一位YouTuber 我觉得能够慢慢培养自己这种快乐的感觉 因为在追求 这就是快乐 再来我们来谈谈幸福 幸福怎么来呢 幸福来自于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你会想说成为一位YouTuber 会有价值吗 改天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谈谈这个部分 但是今天我要谈的就是 所有YouTuber的共性是什么 所有YouTuber的共性叫做 价值提供者 每一位做YouTube的人 面对镜头说话 输出内容 或者是输出视频 或者是跟别人分享的一些作品 它一定有它的价值 不然它就不会存在了 是还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好的 既然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会幸福呢 其实啊 幸福来自于付出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付出的人会感觉到自己会有价值 很多时候我们很会算 就是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当我们越会算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得到幸福 我们会得到的是什么 辛苦 因为得不到的苦 得到以后也会苦 因为得到以后感觉 被适应以后又觉得不够 所以你发现到吗 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情况 都是做了很多东西 始终都无法平静 放松 或者是好像回到家的那种感觉 永远不够 永远不能满足 唯一能满足的话 我觉得 我们如果能够 觉得自己有贡献 能付出 这是一种满足 所以付出是全部的得到 而这得到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幸福 试想想 我们一切的追求 不管是 钱 名 权 利 等等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要得到幸福 对还是不对 对呀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自己是这样子觉得 可是如果有再多的钱 都不会满足 不会幸福 一直觉得不够的话 你觉得这个人生 是不是很辛苦啊 从事四年多 YouTuber以来 我发觉到我自己 越来越喜欢 在镜头面前 跟你沟通的 自己的那个样子 那个状态 因为这种状态 这种样子 能够让我很满足 特别是我回看自己的内容的时候 回看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 越来越帅 你觉得呢 哎呀 我的意思是说 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样子 当我们喜欢自己的样子 当我们又快乐 又幸福的话 那是不是一件 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啊 是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透过成为YouTuber 培养自己成为一位快乐 幸福的人 为什么我要用培养呢 因为这是有一段的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一直在摸索 也许是辛苦的 可是当稳定以后 会发现到 幸福就在我们的眼前 那么如果你是刚开始做YouTuber 那我也提供两个看法给你 让你觉得在这条路上呢 更快预见 更快预见你的幸福跟快乐 这两个观点呢 就是有两种叫 不要去信 哪两种叫不要信呢 第一个 不要计较 不计较 什么叫计较呢 刚开始我在做视频的时候 非常计较的是什么 观看人数 有多少人关注我 有多少人按赞 这一些部分都非常的去计较 所以一直在看那个数目字 所以不快乐 而且很辛苦 所以不要计较 那怎么样做到不计较呢 四个字提供给你 叫做目中无人 什么意思 意思说你不要看到 有多少人看你 当然后面再加四个字叫做 心中有爱 目中无人 心中有爱 意思说不要看观看人数 订阅人数有多少 只要你把这个部分 把你的作品当着一个礼物 爱的礼物 送出去就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感觉到 我们是有价值 我们在送礼的一个状态的话 会感觉到快乐 气死人 气死人 是的 人比人气死人 当我们不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跟自己比就好了 跟别人学 是的 别人做得好 我们就跟他学 跟自己比 跟过去的自己比 我跟我四年前的我比起来 我觉得我进步蛮多的 是的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计较 不比较 所以怎样做到不比较呢 送你四个字 这四个字叫做 天下无敌 什么意思啊 天下无敌就是天下没有我的敌人 没有我要跟他较劲的敌人 那如果有敌人的话呢 难免有的时候 会有把他想成一种假想敌 为了要什么呢 要激励自己 可以 就是以敌为师 以敌人为老师 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跟他 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 那要比较什么 争先恐后的 付出我们的价值 用更好的方式 提供我们的价值 服务这个社会 贡献你的社群 那么这种感觉 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是一切都有正面的意义 以及长远的价值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去做的话 我相信 面对镜头 说话 成为一位YouTuber 他就能够逐渐的培养我们 成为一位快乐 幸福的人 不要相信我讲的话 你自己去体验看看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如果喜欢的话 请你帮个忙 点个赞 再走吧 如果从0分到10分 你会为今天的内容的满意程度 打几分呢 0是不满意 10是很满意 感谢你的留言 希望能够看见你的回馈 好让我能够更了解你的心思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 我是3D镜头变现教练游泳器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每个人都需要工作 工作可以让我们远离无聊 贫穷以及罪恶 工作之后有两 工作之后有两种感觉 有两种感觉 真是的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地方是我有关键的 在那里最后要完成的 还有ошпов 对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